寒冷荒芜的草原上 一群不家可归的人 由着寒风寻找家的方向 每个人都渴望拥有家的温暖 可谁又能真正的拥有呢 杰逸原本有着他引以为傲的职业 爱着他的家庭 可因为他自己发现的错误 会吊着一切 这一天杰逸行满释放的侄子 没有人来接他 孤零零的在街头徘徊 他已经很久没有和家人联系 他不知道该跟家人说些什么 曾经的他是一名非常出色的 拳击运动员获奖无数 是父母心中的骄傲 但因为一件事情 现在他成为了父母的耻辱 他不敢跟父母联系 怕看到他们失望的眼神 可漫天大雪 无依无靠的他又能去哪里呢 哪里能够接受他这个犯了错的孩子 他再三搜索之下 浮起勇气拨通家里的电话 如他所料 他所敬爱的父亲和他之间变得很陌生 不愿意和他说话 或许是不知从何说起 只有妈妈听到他来电十分的开心 希望他能够回家一起过感恩节 他还没有想好要不要回家 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父亲 他怕父亲见到自己会很失望 他没有给母亲许诺什么 匆匆挂点电话 杰一现在处境都要败家拳馆所赐 他想要找拳馆讨回公道 拳馆的人看见杰一十分的惊讶 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出来了 杰一来讨回处于自己的奖牌 又知问馆长 为什么到处出卖自己 向拳机协会告密 自己坐牢 而他们却能逍遥法外 拳馆的人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他们的眼里只有利益 为了钱 什么都能够做出来 杰一只不过是他们获取金钱的工具 只有把他送进监狱 他们才能拿更多的钱 劳不能摆坐 杰一要拿回属于自己的那份钱 也算是给自己的一分补偿 然而馆长不但不给他一毛钱 还羞辱了他 更仗着他的驾驶器不能犯错 肆无忌惮暴打了他 杰一任无可忍 还了手 馆长直接被打翻在地 他想要报警救助馆长 可一想到会重新回到监狱 他就慌忙逃走了 杰一的父母住在北部 宁静边界的地方 最近这里发生起恶行事件 负责这片辖区的是汉娜探员 汉和杰一的父母之人时 前来提醒他们 血缘上出现一对雌雄大盗 他们洗劫一家部落赌场 还涉杀了探员 他所说的这对大盗是艾迪森兄妹 这次是妹妹丽莎第一次行动 她负责色游迭物 她的表现十分的出色 赚了一大笔钱 这笔钱足够让他们后半生 过上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他们的车围头路可袭击了 司机当上死亡 丽莎和哥哥艾迪森活了下来 猛烈的撞击声 引来附近的巡逻警探 她想要帮助发生事故的兄妹俩 没想到好心换来艾迪森的枪子 她怕暴露自己的盗贼身份 将警探给打死 之后他们带着钱 迅速逃离了现场 为了躲避警探的追踪 她决定和妹妹丽莎分头逃跑 在逃往加拿大之前 他们都不能相认 丽莎不理解艾迪森的做法 她更不想单独行动 可从小到大 她都没有违抗过哥哥的命令 只好分头行动 雪越下越大 温度越来越低 这样的灰天气 对丽莎一个女孩子来说 实在是不友好 不过这也是她能够利用的优势 一个疯子热烟弱女子 在寒风中行走 任何一个路过的人 都不忍心放着她不管 杰逸就恰巧遇上 这个无家可贵的女孩子 看着这个瘦弱 全身打仗的女人 她心生怜悯 将她抱进车里 将暖气开到最大 给她取暖 很快丽莎便恢复了过来 得知杰逸家就在边境 她两眼就放光 希望能够将她带到那里 杰逸拒绝了她 她不知道父母对待自己的态度 更别说还要带一个陌生女人回家 丽莎见普同意 打算顾及重拾色诱杰逸 她的技术很高明 三言两语就打动杰逸的心 一路上他们聊得非常愉快 尽管如此 杰逸还是不打算 带她继续潜休 她将丽莎送到附近一个酒吧 让她在这里休息 巧合的是暴风雪即将来临 冒险处星会有生命危险 杰逸不得不留下待上一个晚上 她给父母打电话 告知他们晚归的消息 丽莎则趁机给艾迪森通了电话 将自己所处的位置报告给她 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回合 随时漫步在大雪天的艾迪森 遇到了送补给的 一个老人在雪中修理自己的雪橇 艾迪森心生胆意 想将雪橇占为己有 她从高柱袭击的老人 谁知老人是个盲男 从地上爬起来 砍掉艾迪森手指头 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 艾迪森才将老人杀死 夺得雪橇 她去着雪橇走了一段路上之后 又出了故障 她下来发现是零件过烫的原因 这让她萌生高温止血的想法 她的手指还在不停的流血 于是她将伤口放在雪橇上 高温灼上她的手 帮她止入了血 之后她便丢下雪橇继续前行 越黑风高 风雪也越来越大 艾迪森前进的路越来越艰难 这时她发现一个临终小屋 屋里的男人 狠心地将妻子和小儿子赶出去 完全不顾及他们的死活 艾迪森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是个家暴男 为了女人 可大尚在怀中的孩子 艾迪森提示枪冲了进去 发现里面还有一个小女孩 躲在角落瑟瑟发抖 她让小女孩到外面去找妈妈 自己则看见解决这个暴躁的男人 将她拖露出去 又将女孩的妈妈抱回小屋 如果不是艾迪森 这母子两个肯定会冻死 小女孩认为 她一定是踏雪而来的天使 如果没有之前的事 她的确先给天使 可她终究不是 恶魔和天使都是她的选择 她既有善良的一面 也有邪恶的一面 这或许是源于她不幸的童年 小时候她家有一片农场 父亲殉酒成性 将农场给告垮了 不幸的童年 让她性格已产生缺陷 她拯救小女孩 只是因为她和自己很像 另一边 酒吧的丽莎和吉姨相处得非常愉快 她还自称是杰伊的妻子 杰伊虽然有些惊讶 但是并没有反驳 经过一个晚上的相处 他们之间产生了情谊 杰伊也向她诉说了很多自己的往事 曾经的她风光无限 甚至拿过奥运会奖牌 但现在她什么都没有了 也不知道未来到底在哪里 起初丽莎是带着母体激进杰伊的 可现在她对这个带着犹豫的男人产生了好感 得知她的经历之后 莫名的有些心疼 同时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丽莎爱上眼前这个男人 她的心里很乱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样的感情 为了不伤害杰伊 决定搭其他人车离开 杰伊看到她和别人司机相谈正欢 醋意大发 司机在她心里算什么 她可不是随便的人 他们大吵了一架 丽莎将心中的伤痛告诉了杰伊 在她十岁那年 她目击了父亲中枪之王 她没有哭 没有喊叫 父亲对于她来说是一个禽兽 她从未感受过腹癌 面对父亲的死 她非常的冷静 将父亲身上的血冲洗干净之后 又梳好头 坐在一边等人发现 哥哥爱迪森是第一个发现她的人 并带着她离开 这样不堪的自己 值得别人去爱 去获得幸福吗 杰伊没有嫌弃她 反而十分心疼她 前半生的事情 她没有办法控制 后半生 她一定将所有的爱都给她 丽莎告诉杰伊 自己真实性命 并将自己托付给她 小女孩姥姥 在女儿一夜未归之后 来到警局报案 汉娜和同伴们 一起去家暴男家调查 汉娜想要求求支援 同伴觉得她小题大作 扔掉对讲机 另一个同伴独自上前敲门 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 此时房子里面 住着一个最危险的犯人 汉娜发现 别抛尸在水沟的男人 设意同伴离开 然而一切都晚了 爱迪森早就注意到外面的动静 男尔枪扯在了门口 她袭击其中一个警探之后 急着学校离开了 汉娜和同伴追了相去 他们发生激烈的打动 爱迪森利用网杀死了警探 汉娜姗姗来迟 眼睁睁看着同伴死去 她朝着爱迪森猛力的开箱 只是枪法不准 只伤到她的小腿 让她给逃走了 哥哥经历一场欲场的生死之战 而妹妹还在一旁 和别人谈情说爱 丽莎和杰伊确定了恋爱关系 他们决定要去过 平凡而幸福的生活 丽莎开心的像个孩子 在雪地里堆雪人 这让杰伊想起自己小时候 她和父亲曾经也堆过一个雪人 父亲很爱她 一直陪伴着她成长 杰伊拿到暗议奖牌那一刻 她无敏丝毫 可如今都被自己给毁掉了 她错误的决定 伤害了父子之间的感情 也毁掉了自己 现在她想去见父亲 向她道歉 也希望丽莎能够跟自己一起去 丽莎心仍然同意了 她一直在渴望拥有美好的家庭 现在杰伊是唯一能够带给自己幸福的人 很快他们便赶到了家 不过杰伊并没有享受快乐的亲子时光 毕竟现实情况不允许 家里还有个头号通缉班 母亲一开门便告诉他们 一个持枪男子在家里 让他们保持冷静 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 原来受伤的哥哥 一缺一拐 来到附近的一户家人里 巧的是 就是杰伊父母家 他挟持了杰伊的妈妈 但他并没有恶意 只是想有个落脚地 杰伊的妈妈身份的友好 知道他是个不幸的人 还帮他处理了伤口 杰伊的父亲回到家里 看到妻子被挟持 想要拯救他 可他不敢轻举挡动 为了妻子 他租了妥协 放下了武器 原本以为 艾迪森稍坐休息之后 便会离开 谁知杰伊带着丽莎回来了 见到妹妹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艾迪森心中就生气了怒气 丽莎进到屋子之后 便没有和哥哥相认 他记得哥哥的话 在离开边境前 学伯克和自己相认 除非哥哥先和他相认 艾迪森让他们坐下来 一起共进午餐 依照杰伊的性格 才不会配合他 无奈父母在他的手上 他只能乖乖听话 虽然艾迪森逼迫他家 陪他吃饭有些无聊 但看得出来 他和丽莎十分渴望家庭温暖 这一天是感恩杰伊 他让每个人都诉说 自己想感恩什么 杰伊的父母都照做了 杰伊不想陪他玩 强行拒绝了 一旁的丽莎一人无可忍 怒斥了艾迪森 让他别再玩这种无聊的游戏 艾迪森的控制语非常强 他认为丽莎是自己的 不允许其他人战友 强吻丽莎 杰伊很生气 用言语讽讽他 这下彻底激怒了艾迪森 他用枪指着杰伊的爸爸 并让杰伊对父亲说临终一言 杰伊只好照错 他将这么多年 埋藏在心底的话 给说了出来 他希望父亲能够原谅自己 他也是被骗 以为放弃了比赛 就能够获取 争夺金腰带的机会 谁知道这是个局 父亲原谅自己的儿子 他从没想过要此怪他 他想要的 从来都是儿子的一句解释而已 艾迪森的劫持 意外让杰伊家人重归于好 家庭气氛变好 艾迪森也暂时放下了杀意 感恩节餐点 这顿饭从中午吃到晚上 从主菜吃到甜品 艾迪森一点走的意思都没有 没想到他还没有走 一件棘手的事情出现了 汉娜警探来到杰伊的父母家 他接到举报 杰伊殴打全管馆长电话前来调查 艾迪森开门见山告诉汉娜 自己是杀人犯 他逼汉娜抢先一步 举起了枪并控制住他 让他也坐下来一起吃饭 丽莎终于忍受不了这样的氛围 他对哥哥说出了埋藏在内心深处的话 他的人生中最感谢的是自己的哥哥 是他在自己最无助的时候保护了自己 他一直都记得 那天是哥哥朝那个恶魔般的父亲开了枪 将自己从地狱中拯救出来 但感激归感激 并不代表自己的人生将属于哥哥 他爱结育 往后的人生也要和他在一起 希望哥哥能够给他自由 听了这样一番话 艾迪森十分的生气 拔了风势的质问丽莎 还刺伤杰伊的手 这时汉娜的警探父亲也来到这里 他通过对讲机向总部汇报自己情况 他即将进入其他父母的家里 艾迪森通过对讲机也得知这个行动 一早就埋伏在屋子里面 之后他们便打了起来 场面一度陷入混乱 情义趁乱将艾迪森扑道带到了屋外 他有机会杀掉艾迪森 但丽莎表明自己和艾迪森的关系 于是结议放过了他 艾迪森想要对他开枪 丽莎不让爱人受伤 开枪打死了哥哥 电影也到此结束 本片是美国电影《献酒》 什么是幸福 什么是家庭 会付出生命来保护自己家庭吗 艾迪森是可悲的 从小他就渴望得到家庭的爱 可从来都没有得到过 他原本以为妹妹会永远和他站在一起 可他错了 占有和控制并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也不是一个家庭该有的样子 杰迪是幸运的 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其实他和父亲之间产生了沟合 但他们都深爱彼孙 也正因为他们心中的这份爱 才能让他们在生死存亡之际 团结一致守护家人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订阅关注 持续更新不见不散